簡約的綁帶背心 肩膀的地方也是這樣自行綁的喔 那你就打一個兩個平結就可以了 然後你要高一點或低一點都可以隨個人的 然後腋下的地方也不會太弄 那這不是來接打好的嗎 沒有啊 那這兩條啊 不立綁的 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自行這樣去綁它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衣裳 它長度不會很短 放出來的話就是這樣 也不會弄 那穿這個的話 可能因為是套裝把它帶進去 會比較像連身的感覺 然後它的這個啊 後面整個這個都很彈耶 所以就可以穿到L號 然後再還有一個引擎拉鍊給大家 然後特色就是它的前面是做一個這樣子 膠疊這種片褲的感覺 有沒有 前面有點像褲子的感覺 但裡面是褲子 後面也是褲子的 穿起來是褲子的喔 而且面料就是很舒服 我穿的這個是杏色的 杏色的 就比較起司的色系 好等一下會穿橘色給你們看好不好 橘鏡看一下 好我等一下會穿橘 對啊為什麼橘色也沒寫過來啊 嗯 我今天才打去罵廠商而已啊 他就說沒辦法工廠做作測啊 他們的色差非常嚴重啊 跟我們拿到的版色差非常嚴重啊 不是他們要的 真的喔 他就說他就是要工廠又要重裹啊 無業的無帶 真的 好那我馬上換橘色給你們看一下 欸信這有貨喔 有現貨的喔 你們有喜歡人家美加 那個褲子也不會太短喔 就是你們穿上去會覺得喜歡的色系 你家這套690 真的 你賣多少錢 原理 欸690你確定 Ga 我是不是不要坐假了啊 弘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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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賣比我貴 生意還比我好 我真的 還會覺得 對啊 好我們 編號十五 可能是因為賣得貴一點所以可以比較好 十三 有道理啊 以後開始我賣貴一點 啊啊 對 編號十三啦 編號十三 信色跟橘色 這可以當L號 L號 他的真的很舒服耶 而且我覺得他就是 蠻特別的吧 你看到他覺得他的肩膀是綁蓋的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挑著 對 然後其實他這個都不會扣 都不會扣 所以面料 面料是真的非常舒服那種 不易做的彩質 然後這個 前面的設計也很漂亮 他不是整個褲子的錢 真的是 蠻好看的 只是橘色真的沒現貨 不好意思 然後又不會太短 然後這地方都鬆緊的 所以都可以扣 我跟你講這一套 其實我上禮拜就可以撥了 但是就是因為沒現貨 我就想說這禮拜 壓到這禮拜再撥 結果他又不給我現貨 我今天要打下去罵他 罵廠商 對啊 我剛剛講說這個背心的 但是廠商還是有辦法說服我 他說 這個 現在穿剛剛好 如果稍微涼一點 你外面就加個外套 這個就是秋天 我聽到這還蠻有道理的 對啊 已經被說服了 所以我說啊 快快快快 趕快給我貨就對了 其實秋天就是這樣子 就是背心啊 短袖加個外套 對 重點就是可能開始買外套 現在這種天氣真的叫你穿那種 真的 長的 你穿整天你可能也穿不住 所以大家這個帽子 牛仔外套蠻好看 對啊 不夠白 好 這個肩帶是這樣子 這樣調的 然後你就 打平接 你要長度 看你要多高多低 自己調整 簡單這樣就好了 不用綁持自己 這樣就可以了 玄莉 你是第一個加的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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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教 玄莉 你這個 手腳比別人慢 問了一堆比別人慢 我也沒辦法 太慢了 好啦 來 這個套裝 有沒有人要 編號13號 編號13 信色跟橘色F